3 2 1 请启用 网络疏解当地交通用色问题 长庚转运站是一个按照出餐条例设置的客运转运站 不过它结合了客运还有机节 还包括汽车机车Ubike 可以讲对于包括在龟山地区往返南北很方便 对长庚医院所有的病友们也非常方便 这个转运站大概可以容纳35个客运路线 一天大概一千班 所以是一个运量很大的转运站 我们地下有连通到长庚医院 从长庚医院可以走到A8站 机节站 所以很方便 长庚转运站一楼为转运站大厅 共设置了19个月台还33间商场 2到5楼则是停车场 一共提供580个停车位 地下一楼还可以直接连通到长庚医院 此外市长也说明 转运站将回馈市府605坪公共空间 未来将由青年局和文化局接手 在当地设置青创基地 以及长庚图书分馆使用 让转运站不仅是民众转成休息站 也是培育在意人才的好环境 那我们这里还设置了国际会议中心 预定在明年5月开幕 那另外我们市政府有运用了大概600坪的空间 有300坪做图书分馆 300坪做青创中心 那目的也希望转运站可以有复合的功能 那今天正式启用 那长庚医院非常用心 原本投资金额是9亿元 提高到14亿6千万 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转运站 希望大家来到转运站可以休息一下 包括购物休闲 那我想市政府的青年局 包括文化局 以及未来长庚医院的国际会议中心 也会配合营运的很好 长庚转运站在17号以后 一共35条桃图市区公车和国道客运路线 统统进驻完成 未来每天将有约1千万次进出 服务民众看病就诊 A8季节转成需求 而转运站旁的国际会议中心 也有望在明年完工启用 期盼当地能成为 未来国际医疗交流合作的重点之地 记得六日前才会报导